亚马逊老板杰夫被佐斯声称,在不久的将来,地球上所有的重工业都将搬到月球上,地球真纯粹是一个居民区。 月球基地看起来怎么样,被佐斯希望利用其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的全部潜力,建立一个月球基地。 这位亿万富翁说,他的公司将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等机构合作,帮助开拓月球,研究表明,建立一个基地将会相对容易,因为它靠近家,并且含有大量的水面下的水,可以用来帮助制造燃料。 然而,月球不会被日常使用的人,而是将月球卫星,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大公司,杰夫·贝索斯,地球将成为纯粹的居住地,公司将前往月球。 这一举措将使地球从工业时代复苏,为人类带来更幸福,更健康的生活。 贝索斯表示,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星球,结果贝索斯拥有蓝色起源,或许是一百年,我们将开始更容易在太空中,做很多我们目前在地球上做的事情,因为我们将拥有如此多的能量。 月亮春的概念有一个很好的性质,每个人基本上都说,每个人都建立他们自己的月球前叉,但是,让我们互相靠近。 这样的话,如果你需要一杯糖,你可以去欧洲联盟的月球前哨站,然后说,我得到了我的单本。 你有什么?很明显,我对鸡蛋的做法很愚蠢,但肯定会有真实的东西,比如,你有氧气吗? 欧空局约哈迪特里希沃娜的总干事此前曾表示,月球存实际上是有保障的,而且有一个全球实体名单,希望参与月球基地项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